三藩市 84歲亞裔老人被劫,玻璃瓶擊破頭部 又位84歲亞裔長者在三藩市Lauren Heiss區 被匪徒用玻璃瓶敲擊兩次受傷 根據ABC電視台的報導 受害人Mark 星期一中午在California街的Lauren Village 使用自動跪圓機提款時,一名男子突然出現,向他要求拿錢 據稱Mark 準備在腰包拿錢時 被圖用玻璃瓶敲擊他兩次 有目擊者拍下現場的照片,顯示地上有一個打碎的綠色玻璃水瓶 Mark 的面部受傷,一側已經腫起 他的護線女兒Anna與ABC電視台表示 Mark 做過頭部及肩膀的掃描,沒有造成主要的創傷 但醫生相信被骨破裂,日後可能需要做手術 Anna 感激警方與圖人的業生救援 幫助召喚醫護人員並確保他父親的安全 Mark 是菲律賓的亞裔 他與家人希望社區知道這件事,提高警惕 他們知道有很多針對亞裔的仇恨事件 但未發生在自己家人身上事,沒有貼身的感受 Anna 表示,不知道這件事是針對族裔還是年齡 Mark 的家庭與警方通力合作,希望盡快拒捕帶逃 三藩市警方正在調查這宗案件 有任何消息的人士可以撥打SFPD熱線電話 1-415-575-4444通報 或發送以SFPD開頭的短訊到TIP-411 天下威士記者報導